我们今天要去的一个地方叫做红鹿市 Ride Deer,阿尔巴达省的第一城市 人口大概有10万左右的样子 大城市是埃德蒙顿 城市是现在是130万人口 如果要是算人合起来的话 大概是150万人口 第二大城市是埃德蒙顿 大城市是埃德蒙顿 是日本的战斧 在那里的墙 也是我们以前说的 在那里有一个日本花园 四大城市是以农业为主 也机械为主 在那边有一个学校 学习的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 我们曾经去过两趟 一次是从南望北 也纵穿了一下它的城市 这是从北方南纵穿了一下它的城市 不大 不有一点点 把这种城市的一些 但是阿尔巴省的城市大概都差不多 比有点活力之外 其实埃德蒙顿的那个城市的核市很多 虽然它是那个省政府所在地 也就是这个首府城市 但是民间管它叫做 死亡的那个词 它那个城市没有什么意义 阿尔巴省大学在那里 那个学校很不错 叫UA 应该能够排在全一类大学里面的前几名吧 能够出名字来的学校一般都是排在炳香 UT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UBC和Otelio 当然一般都是第二、第三名 第一名的话有的时候就是UA老 主要是一类大学 那是他们自带医学院的那些 像一类大学 每一个省会有一所学校是带医学院的 CA 萨斯卡串大学带不带医学院 这个我不是太说了 大学有没有带 我也没太关心过 这就是UT一定是医学院的 还有一个学校有医学院 但是我忘了 那就是Hardale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分所在那个学校 是他的母校 好多好的学校他们 有带 但是他们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也非常非常有名 比如像这个 华铁路河大学 Waterhulu 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非常非常有名 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非常非常有名 是在地领域里面好像非常的牛 而且他的学生很容易就被那些 在某一个公司就给找走了 主要是在他的商科里面很有一个镜头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商工科的 这个是在某一个商工科的 我们现在继续说我们的马尔波塔的一个工业省 他跟萨茨卡串 我再往东边一边的 Vanitoba这三个省合起来叫做草原三省 主要就是生产品 麦子的麦子是全世界有名的 和品质都是第一流的 当年是一九年代初 也就是当年所谓的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的那一段时间 很大的压力对中国详实实是不能一大批 在这个事情上没怎么做宣传 那大人其实也很低调 他们也不是太做这种就是试 下班的时候有一点堵车 一般是我们出了当趟以后的这一段路和出城的这段路会稍微堵一点 记得上次在一个视频里面我说过 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但是真的心里不踏实 现在随人堵车见到这些车流 觉得好亲切 踏踏实实的在这边堵车 一点都不着急 堵车就意味着有人上班 他们需要上班下班 那么就意味着 人们都有工作 然后都有收入 经济就会活跃起来 大家就可以去旅游 去吃饭 去买房子 去买车 社会是需要流动的 经济也是需要流动的 这次设向的目的 是想大概一共有150公里左右的行程吧 但是走的是一条我们这边的纵穿南北的一条highway 它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叫beerfoot 就是路的那个脚 他们有一些这种老移民们 尤其是从香港来的那些人 他们办报纸的时候 把这个叫做路脚径 因为它这是个trail 所以说它这个翻译的非常的准确 但是很不好听 中国翻译讲究信打哑 它只有信了 既不打也不哑 它叫路脚径 就是路的那个脚的那条径 叫路脚径 所以我们一般不是太喜欢这么一个翻译 或者直接把它翻译成这个 就把它这个喊成这个 deerfoot trail 或者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但是这个名字不太常用 叫做伊丽莎白大道 伊丽莎白大道 就看路喊的人不多 但是确实是我在地图上看到过有这种标法的 它实际上是以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巴二世命名的 加拿大一直是英联邦 而且以后也猜可能应该一直试下去 所以说他们对于英国皇室的这种效忠程度 还是蛮令人钦佩的 同时我们老说这个加拿大人没什么太多的想法 也不想创新啥东西 他就想老老实实的过日子 所以有个女王他们觉得挺好 当然了如今现在女王离世了 现在又换了一个国王 他们也没觉得什么不好 反正这些都是象征性的 他们自己还依然是个全国家 一些具体事务还是得自己来决定来干 有一个象征性的这种元首 也不妨碍他们任何的日常生活 无非就是前面上以前是有一个老太太的像 而且那个老太太特别慈祥 具体老太太有没有干过什么事务 我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她父亲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吧 我记得看过一篇一个电影 叫做《沉默的国王》 讲的就是她父亲的事情 当时在那个电影里边 王陛下还是一个小姑娘 好像是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个公爵 是叫温莎公爵吧 好像也在那部电影里面出现过 他似乎是那个乔治国王的滴滴滴 还是我台湾 反正王室的那点事 有人爱美人 有人也不想爱江山 很奇葩 他们都对于这个王权兴趣不大 这也是我喜欢他们的地方 就是说权力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应该说是权力越大 按理说就应该约束越多 所以西方的很多人 他们并不想当头 并不想当什么王 而且想当年那个达安娜 就是那个现任灰姑娘 她为什么那么赢得 英联邦那么多人的信任 第一是她很nice 第二是她自己并不想嫁棍 就是说这种嫁入王室 她好像只是喜欢这个人 结果这个人恰好是王子 加入这个王室之后呢 又有很多的不适应 这种王室的规矩啊 礼仪啊 真的很难很难 约束太多 而且戴安娜自己好像 读书并不是很多吧 我记得她只是中学毕业 没有读过大学 实际上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野孩子 挺好的 有的人喜欢读书做学问 有的人并不喜欢 他们就想做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们做个无忧无虑的人 他们生活也不差 不是像中国似的 你非得考试一个大学 甚至于必须考试一个名 名牌大学才能够所谓的出人头地 可是出人头地又怎么样呢 现在不是说你考上了一个名牌大学的理工专业 computer science 到头来你进大厂还是做证据员 然后还是996 35岁以后就被裁掉了 so 有的时候想想 小的时候的这些梦想 如果有机会实现 有能力实现 尽可能的去实现吧 对了所谓的这种无好书 进名校 进大厂 进世界名牌公司 其实也不是一件特别好 或者说特别轻松容易的事情 当然因人而异 有的人喜欢在那种真真正正的职场范围里 实现它的价值 前一段时间不是拍了好多所谓的这种职场上的电视剧 我们这边也有的时候也看一些 什么精英律师啊 什么底线啊 什么玫瑰之战吧 还有什么来的 这些都是说的是比较这种精英层的 再往下一点呢 房思锦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安家拍的人情味儿一些 也还不错 再往前30而已 大概我离了30岁的这种女性的这种职场太远了 所以听不起兴趣来看 当然再再往前就是什么欢乐送我呢 我就是更不喜欢 当然我 我不喜欢只是表达我的一种 这种感觉 跟人家是不是被其他绝大多数观众所认可 人家有没有好的这种收视率 没关系啊 我只是说 有点感谢 说到电视剧最近有什么好片子吗 最近两个礼拜 两个月多以来就没有太关系 多了 现在的市场里有什么好片子了 我老实说 就算我以前流行过的时候 其实好片子 在我看来好片子也不多 就像说 翻译这个 路角镜似的 真正你要是做到新打眼 真的是太难了 你要圆于声高于声抽象声 我要表达你的一个思想 表达你的一个主题 表达你的一个理念 这都没错 非常非常好 但是作为一个文学作品 同时你必须还要有艺术家 如果你是一个小说 你一定要本字 要有震撼力 如果你是一部歌曲 你的音乐 你的词 你的曲一定要有震撼力 如果你是一部电影 那就别说了 肯定必须要有故事性 震撼力 视觉效果 音乐效果 好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 Deerfoot North 就是正式的离开了 我们目前的这个位置 如果往右手走 就是卡尔加利国际飞机场 他有好多飞往欧洲的航班 像我这次从北京回来 就是要到阿姆斯特丹 在那边 在那边 说是一宿 实际上最后 最后飞机晚点 一共在那 待了将近24个小时 因此 我整个的回程时间 将近48个小时 都大一点 疫情是个整个人们的这种 什么方式 什么态度 什么理念 什么节奏 什么发生的变化 而且对心灵的冲击 其实是蛮大的 这条路的限速是110公里 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是开到120公里 有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都不大 在加拿大开车有一个不成文的 民间也认可 哪个警察输入也认可 如果你的时速要是在110%左右的话 警察也不会来拦你 也就是说你超速10%都应该是OK的 但是有另外就是在校区学区和 就是孩子的娱乐场附近 他那边线速一律是35的 你必须要开到30以下 你说我也按照10%来算 我能不能开到33 被抓住的可能性 要比你先速100 你开到110的这种被抓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而且一旦被抓住的话 罚款也很重 所以不建议冒这个情况 如果要是有朋友对于这个 加拿大骨矿如何来开车 不是太了解的话 你就记住2点 第一 在正常情况下 乘速10 应该没问题 但是假如你被抓住了 那是你运气不好 你不要来说我是那个谁谁谁 我没说过 我只是经验分析 第二 限速30的地方 你一定老老实实的开在30以下 不要去讲学习 千万不要 你就设想一下 你开在校区里面 校区里面是别人的孩子 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在校区里面 你能够容忍有一辆车 他在限速30的地方开到33了 你绝对不会容忍 走 就是这样 OK 往前看有个后拍子 Tries and Law 这十字 铁石字墨 这是在卡尔加里 北部一个非常有名的 怎么说呢 有这些中国的奥特莱特 但是它是不仅仅是奥特莱特 还有好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枪支钓鱼垫 我很喜欢 都是这种在拿大野外生存的一些设备 除了有猎枪出风艇和帐篷之外 还有好多野外生存的小物件 什么头灯啊 朱飞湖啊 防潮的那个火柴 还有好多呀 没有你见不到那些 因为他们这边的人特别喜欢湖外游动 冬季去滑雪 夏天去hiking 这个都算老实的了 再活跃一些的 正面找无人烟的那些野地里面去滑雪 当然这个遇到雪光也死过人的 去那个无人烟的地方去摊品 还有就是Rafting和漂流 就是一个河的上游 你一直漂到河的下游 你可以自己漂 你可以拿着你的这个小屁发艇 或者出风艇 就上游一直漂到下游 没问题 前提条件就是说 有人到下游去接你去 或者你可以花钱去到他们那种商业行动去漂去 好处就是说 在你下船的地方 能够有车给你拉回到你上船的地方 因为你的车肯定是停在你上船的那个位置 我在很久很久已经漂过几次 很爽的感觉 第一次漂应该是在2002年 那时候我才来 在大大的时候 在莫特利尔 当时是在我们学校 做出了一次漂流 他们有这个小巴 把我们拉过去 换成救生艺 坐在里面 飘飘飘飘 一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走一段路 觉得好远好长 很刺激 当时是第一次漂的 其实有一些这种 小的这种很小数 可能也就是一米的落差的时候 你在岸上看为什么 在水里里 一米的落差足够你 颠簸一下热血沸腾的 所以一米对于在水里飘的人 已经是足够了 两米你可能就要翻船了 不错 第一次漂我是在长江三峡的小三峡的小小三峡 那个是在多少年以前啊 说不清了 1990几年吧 那个时候 三峡大坝还没有动工 小三峡 小小三峡还在 白地城也在 后来我就没去过了 听说是没有了 真正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但是当时在飘的时候 就说哎呀 大概可能在过一年或者两年 那个小小三峡就要没了 所以说已经是最后一漂了 确实非常 确实非常非常 景色绝美 两边 真的是 耸高耸高的 悬崖 你就是在悬崖底下的那个 它是算一个长江的小支流 在里面那边 水里是碧蓝碧绿 碧绿碧绿 清澈无敌 浓得很 当我们说一个水浓得很的时候 就可以想象出来 它有多么的水去过 听说是中国最美的水 九寨 当时的说法叫做 黄山归来不看月 九寨归来不看水 九寨应该是 2019年 96年 可能是96年 最晚是97年去 当时的九寨 基本上算是远程泰 为什么去 两个原因 第一 第一 那个时候异常喜欢诗 那时候叫做龙龙诗 龙龙诗四大家 里面有个叫做杨练的 写了一首诺志郎 写的就是 酒寨里边的瀑布 藏文名叫诺志郎 向往的不得了 一直想去 第二 是 我们单位 组织大家去旅游 问 去哪儿啊 那我提议 去酒寨吧 当然 我只是做个提议 最后决定权还是在领导 但是 应该很荣幸 龙岛采纳罗得见 车被抓住了 为什么呢 超速吗 很可能 因为我们这条路 现在是限速是110 你开到110 115 偶尔开到120 只要在人流里面 在车流里面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是个头车 开到120以上 125 开到了130 人家警察叔叔的雷达 就监测到你了 然后人家就被抓了 我开车 我比较喜欢插进车流里面 偶尔有几次是不小心变成了车头 因为人家限速110 你又不敢开快 你顶多开到110 但是后面压了一串车 这种双行道 三行道可能都好些 我有的时候遇到过那种单行道 那就是变怒死了 右前方是我们的外圈 外底里面的这个麦子收起来之后 收获了之后 它的草打成一个圆圆的进去 远处看很小 实际上有这个走近的话蛮大的 大概在一米多的直径 我们有一次去爬 不是太容易爬上去 因为它走近了一看 挺高的 外点去到哪里 去到养牛的地方 也许是本地的养牛场 也许是外省的养牛场 也许是外国的海牛 养牛场 听说还去到日本 日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牛肉 叫做神户牛肉 我猜猜猜猜 它的那个牛肉 号称是世界一级的牛肉 据说就是有阿尔伯塔省的这种卖卷 喂养的 所以说真正的一级牛肉不在日本 真正的一级牛肉在阿尔伯塔 这个理论 名字我忘了 大意就是说 在产苹果的地方 是吃不到真正的好苹果的 好苹果都拿到远处去销售了 理由就是说 远处的人 外省外城外国的人 更愿意花更高的价格来卖你的低流的产品 尤其是食物的营兴 而你在本地低流的产品 不一定能够卖出低流的好价格 当时我记得这个理论是说 如果这个苹果分成等级的话 第一等级的苹果一定是出口的 第二等级的应该是销售国内 第三等级的才是本地人 比如说在市场里边 杂货市场里边 包括市场里面 能够见到 因为哪怕是 他们把第一流的苹果 拿到了本地的市场里面 可能才能够卖到两块钱 但是如果把它拿到海外 可能能够卖五十块钱 逃去运输啊 损耗等等等等 大概它 这个实际的这个价格 肯定是要比两块高 可能三块 可能三块五 可能四块 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个模型 而且 的确是用这个模型做出来了 我算 我记得好像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提到诺贝尔奖 聊聊张武昌 张武昌 香港 经济学家 在我上学内 那个时候 对他 经济学界 对他 推崇有加 大意是说 他的很多的理论 培养出来的学生 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张武昌自己并没有合成奖 为什么呢 因为张武昌很像我 喜欢用道理来给你讲事情 他会给你叙述一件事情 他会用他的直觉 他的这种潜意识来发现一件事情 然后把它叙述出来 这个现象 当被张武昌发现 挖掘叙述了以后 人们缓人大悟 原来真的就是这样 很有道理的样子 所以说 他的理论 广为流传 流传 但是他为什么货不了诺贝尔奖 是因为他只有理论 他没有这种模型来支持 张武昌的数学可能 I don't know 体育老师教的 但是他的学生们把张武昌的这种算 这种思想 用个树形模式的模型的方式 把它给证明出来 结果学生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年那届的我忘了 但是这个的确是实性 是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 老师提出来了理论 学生用数学 把它证明出来 学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整理了经济学吧 经济学是唯一的一个 无论你是说他对或者说他错 都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学科 当年我从计算机转到经济学 当时最诱惑我的地方之一 就是说 他怎么怎么说都能够获奖 好奇一些大企 八卦之心 熊熊燃烧 结果就进了经济学这个坑 英文名字叫做Economics 最基本的学科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统计学 比修可 计量学 是统计学里面的一个更细化的分子 你要是想获得诺贝尔奖 你其实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统计学和计量学 大意就是说你要有很好的数学底子 想当年我们班里面最好的那位老兄也是我的 他是特别好的朋友 名字阴趣 但是人特好 特别忠厚 他的背景有两个 第一大学老师 第二数学系 第一在大学是教数学 这个我们大家就多闪过 没法比 因为你就数学这个东西 它是天生的 你是学来的 老说这个有两个东西是天生的 学不来的 第一是小提琴 也就是你音乐奖 弹钢琴小提琴 你演奏作曲 你要是想成为大奖 那是天生的 你努力努力再努力 勤奋勤奋再勤奋 顶多是个工匠水平 养家糊口 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当然还得再靠运气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家 那是需要天赋 就个例子吧 短点了 莫扎特会多分 这个学不来的 当然你会说 莫扎特他爹就是工厅音乐家 那从小巡套来的 那都不学了的吗 不对 那你得从小学 你得从两三岁就开始学 而且他爹他妈还得能够把这个名字遗传给你 我爹我妈也喜欢音乐 但是他们就没有把音乐遗传给我 反而是隔代给遗传了我孩子 那我找谁奖励一全 还有人家莫扎特真的是天才 据说五岁的时候 他老爸去探访一个 另外一个音乐家吧 名字棒 当时正在睡午觉 五岁的小提醒 五岁的莫扎特 就好像拉起了一说小提醒去 这个时候就把握室里那位老兄给拉起了 问是哪一位教授在拉起了 那不是五岁哦 莫扎特 五岁的时候 天才 他又抽了 回到数学 我们班那个老兄我最好的那个朋友 最后是获得了优异学生奖 Honest Honor Honor 好像是我们 替那一届唯一的两个里面的一个 而且是很少很少很少有 中国人能够获得 因为经济学对于语言的要求太高了 不是一般的语言表达的 就能够胜任的了 而且我们那位老兄也不是靠语言或者讲 真是靠他的数学或者讲 语言 说到语言 那个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系正好有一个教职的位置 冲出来面向全世界的PhD们 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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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教授 我记得我去旁听了几个来应聘的 经济学博士毕业生的演讲 三个点 其实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杜克大学的中国的经济学女博士 你把眼睛闭上 听她的英文 是纯正的英语 应该是纯正的美式学院派音 一点不带中国人说英语的口音 也不带美国人说英语的口音 真真正正的就是学院派的英语 我超受震撼 语言也是天生的 我也学过来 扫就变成了三个了 音乐也是天生的 数学也是天生的 语言也是天生的 天父如此 这就说你是不是学霸 你是在哪个领域里面的学霸 你是在哪个范围里面的学霸 那个都是另外一个事情 你可以是物理学学霸 你可以是化学学霸 你可以是美术学霸 当然到了学霸这一集 都有点小千做 你可以是学校的 你们年级的学霸 你可以是你们市里边的学霸 省里边的学霸 你们全国的学霸 也可以是世界级的学霸 越往上 不要需要你的天父越高 没办法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都有自己的使命 学霸吧你的使命就是 学习的时候当学霸 研究的时候当研究板 他们的使命就是负责 把人类的整体的这种科技水平往上提高 把人类的这个幸福指数往上提高 把人类的福指往上提高 这是他们的使命 比如说Jobs Jobs 那真是印度天才 50多岁就不理事了 他要是还活着 现在的世界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OK 右手 大片大片的黄色的 我对农业也是四点不轻五分 应该不是麦子 难道是油菜花吗 二八大省的两 这条屋的两侧 是有那种大片大片的那种油菜籽花的 那些是要把它给采摘下来之后 便使用油 食用植物油 食用菜籽油 有点像我们以前 在中国有的那种金龙鱼油 什么花生油 食用菜籽油 大部分人在大部分超市里面都买这种油吃 口感还不错 价格也不贵 是老百姓的 后来有个说法是 说是这个菜籽油里面还有一种什么东西 长世纪的食人 得容易得老人吃贷症 这个东西就说不准了 我知道 在中国有两种东西是容易得老人 吃贷症 后来就不再用了 一个就是 我们小时候就是我们的味精 当时 条件比较艰苦 市场上也没什么菜 好吃 每家每家 冬以前要买六百斤八百斤一千斤的大白菜 美清名叫做冬熟大白菜 整个一个冬天都是吃白菜 当然你可以换个花样来做白菜 我记得后来有一个很少 畅销的电视剧叫做蛋据 我们的播手里面还有我们的研究 就是专门讲 大白菜的七种做法还是十五种 以此为这个背景 编出了一集非常耿笑的故事 就是能够吃白菜 所以说呢 美京 在当时的好人家准备不可赏 后来为什么不吃了呢 那是因为 大家的食品变得丰富起来 所以听说北京能够容易多好人吃呆 给大家就分分地放钱 还有一个就是用饼锅做饭做菜 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么多口锅 真的是一口锅能用来十年的 所以说当时一般的这种老百姓家里面 这种东西是用饼锅吃成的 特别是用饼锅做西饭 后来大家也说 哎呀 我这个东西容易得老年痴态症 但大家都不用了 隔着这些好事情 那我们二哥的什么菜籽油 是不是 那你看现在又是 又是一片澄黄澄黄的 它是不是也容易得老年痴态症呢 存疑代茶 西方社会老年痴态症的不是很少 当然也不是很多 而且在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自己亲身接触到的 很多或者说没有 因为在当今这个时刻 这个老年痴态的很多 其实还是一个家庭问题 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就是说 患有老年痴态的这种患者的驾驶 非常痛苦 但是 目前就是这一个现状 有人呼吁说是 如何如何 但是 等待新药品吧 据说是现在有一种新药品 能够把你洗净得的这种状态 给它固化出相当成一段时间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维持现状 但是它不会再向前发展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要的发明之后 就是造福人类 就是说 学霸 研究霸 他们以造福人类为自己的使命 非常欣赢 主要的 中心的 发自内心 这一点一点都不调侃 一点都不调侃 凡是能够造福人类的 都非常 重要的经验 左手边就是一片 正好 如果连续两三辆车 没有超过一辆 需要 躲在两辆 大刹客的尖隙里 停一段时间 没有突发性的 一般性的 情况下是 在场段 不懂 我是才看到 正确 真的很内心 因为当我在敲他的时候 他要帮我这条线来病 而他的庞大的身体 把我的 向右前方的 视野 完全挡住 这是默契 在highway上的原因 大家一般都会有默契 我还不正常在路上 出事 而且一出事 这种 软一二十 是所谓 视频也是 大事 最近 曾经在一些网视当中 发自拔 找了一些以前的老官来听 听的是泪流满满满 昨天是一首 齐青的 千万别对我说再见 陈天 我本来是想找一首 一动的心 一次听这首歌是 将于横唱的 也是我在 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就被他的歌词所读 你看 油方油满了 低头吃草的 实际品 我们是一路向北奥 奥子 奥子是阿尔巴特省的一个小镇 在那里有一个institute 它也叫做学院 好像是有一两个比较好的专业 我记得在那里好像有一个房地产方面的专业 像 UBC 他的商学院非常有名的 Zolder School 他们到了后来有 今天是 11个专业 里边就有一个是 房地产专业 而且我听说他们 在VC省 如果要是想拿到房地产业 里面 一定要去上 课程 我那是因为 在阿尔巴特省 和VC省 这两个省 全有 当VC省 Isses Renew的时候 确实是在 Solder 要上他们的那种 博手教室的一个课程 也就是一个老师在那里讲 别的人在那边听 又吹完了 拉回来 说到江宇恒 移动的信 唱一下吧 那个 嗓子有点痒 对不起 音音也不全 说了 是老弟老妈 把他们自己的音乐艺术系统都 隔断隔代一圈了 在我这就没有好 所以 仅仅是抒发一下情怀 大家 觉得 不常的实在 太难听 就把这个 灭掉 听一把 曾经以为我 一家 书一帐 刺开后 展开了 尤其 老师明白一段 这样孤独多少 你整天 有 不然到七点 我现在 才发觉 经过的事 而去 移动的心 疲惫的 我是否有 原来 问一下 小小庄 一个 剪奏 一段下 小库门 你家 铺领来 一个 某是 多少天 这样 目睹多少 上面 的 才发 全都已 二 而去 移动的心 路过的人 银河的 是 今天上午 原来是准备 整 这首江玉航的 移动的心 结果 故意当中 发现了他要 买个英文版 Forever to be 威信 更感人 中文版的移动的心 那其实他是 有种 孤独 飘泊 无论是在 清朗 的 还是被 清朗 抛出来的人 还是 主动离开那段 清朗 他 要去远方 要去流浪 要去体会这个世界 体验这个世界 人情愣当 是太阳亮 体验这个世界的 沧桑 体验自己的心情 体验自己的 澎湃的热情 体验自己这种 如何的 青春 或者说是 体验自己 平淡如水的 这种心境 他要去体验 这是一个人的事情 他的英文版 讲述的是 两个人的词 是一种 生理死亡 是一种怀念 是一种 Manner记忆 怀念 两位 一口气 在YouTube上 涨了 好几个英文版 发现 所有的 颤 都是出 一个源头 两个人 是一首 男人手 对颤 而他的画面 有好几种 当然有的 配着很 很 很优美的风景画 完全没感觉 有一个 是 一个 英文电影的 一个 剪辑的片段 一对 几乎可以说是少年 他们在少年时期 现在的这个画面 两个人进入到了青年 到了中年 画面一转 似乎他们到了老年 大概我看的画面只有五十岁 五十岁六十岁左右的样子 五十岁也不老 时光流逝 四水年华 把他们这几个时间片段的画面剪辑在一起 来配这个时候 英文的绝对是被震撼一些 绝对是热泪盈狂 上午五十岁可能有三遍吧 因为我以前只知道有他的汉语歌曲 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有灵门 听一遍 激动一遍 然后 觉得自己可能能够平静下来了 下午 想把这个 YouTube的链接 取下来 结果 打开 今天提了两句 又忍不住 最近的时间比较伤感 陷入到了三十五年 实际上将近有四十年的往事 一些四十年的往事 最近几年不离自马 好在想想 这也许可能是上天的一份安排 正好然后 这么一段空闲的时间 空闲的心情 空闲的环境 深陷一个也许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不是说是一定要了结的那种交代 是对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路 的那个初始源头的那个路 有一个交代 你的河流流到入海处 也不是还要去 还要有个源头 长江流到了入海处 长江的源头在哪里 在青藏玻璃 念山 唐古拉山 据说现在又有 说法是还要往前 唐古拉山还要再往前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 陕西 黄处高峰 我们这儿有条河 Bow River 翻译上还有一个叫做公祖 它的源头在哪 在洛基山满里边的冰原上 那些可都是第四季冰川流下来的 几百万年 正在慢慢融化 也可能已经融化了几万年 或者几十万年 一人还在融化 形成了一个河道 肯定也有一帮拓土开疆的人 在一百多年以前来到这儿 被这条河起了个名字叫做 Oreal 松子 它有一个在人类当中的名字 英语 包吴 汉 宫河 只是湾宫射大礁 那湾宫的河 所以 这么多年来四处漂泊 定居也会是展示的 哪怕是这儿 像我现在在 二家里已经定居将近20年了 但是 心灵依然还在漂泊 还是不能够最终的 像一潭丝水一样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已经很平静了 我无数次的收购 此心暗处十五家 此心暗处十五乡 那么 我早已经把卡尔加里 试成了我第二次 第一过乡永远是中国 我远是北京 我在那里 生活了 33年 34年 上学 读书 从小学开始读 初中 高中 大学 人生所有的 重要经历 都是在北京 开启 又又 又扯远了 本来是想属于源头的 找到40年以前的源头 沉浸在其中 不能自拔 今天上午 我想去 找找哥 想 这个 无法自拔 拔出来一些 心想 我就是一个票根 我就是要去漂泊 我就是要去 我的旅途 应该忘的事情 忘掉 应该忘的人忘掉 结果发现 你 这首次其其人 有些事 有些人 永远也忘不掉 你在忙碌的时候 好像是 永远 想过其他 因为你要 养家户口 你要在这个社会上 你要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孩子 有个交代 你要上对父母 下对孩童 你要坚负自己家庭的责任 你要 你被世俗事物所产生 你要顶天立地 你要做那个 最末的那个人 第一是宠物 第一是孩子 第二是老人 第三是宠物 第四是女人 第五是男人 你要做那个 第五的那个 男人 你要做那个 孩子 宠物当女人养 宠物当孩子养 孩子当宠物 宠物当孩子养 孩子当女人养 女人当男人养 男人当牲口养 牲口 你要去做 作为第五 作为牲口 你来做这些事情 而且非常enjoy 非常 在享受 作为一个 最原始的 最本质的人的那种 生存 然而一旦 忙完了之后 沉一下心 有那么一瞬间 你会忽然之间 想起往事 想起很多很多 内心的往事 如果要是我 有这么相对的一段长一点的时间 沉一下心 那我会发现 我把很多的往事又重回去了 而且是我那些往事 用文字的方式 情节化的方式 在三十多年以前 记录下来的时候 我如今 在重度那些文字 我自己被我自己 深深的震撼住 有点是无方自赏吧 但是人 就不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时刻 静下心来 只有静下心来 很多心底的东西 才会涌现 也许是慢慢的 也许是一瞬间 忽然 就浮现在你面前 甚至就浮现在你眼前 你把双眼闭上 它也会在你的眼前 你深陷起初 你无力自拔 你看看 你怀旧 你伤感 我说 我原来是准备 把这种中文词整出来 去把这种怀旧和伤感 把她的情绪拿出来一些 准备继续 至少从情感上 或者从心灵上 再继续漂泊的时候 我发现了她的英文情 Forever to be with you 实际上她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们最近几天以来 重读过那篇小说里面的 心灵的印证 而且似乎 我的那篇小说 只是把她的这首英文情 换成了中文 用我自己的方式 把它展开而已 再加上她的那个 英文的电影的片段 整个就是一个我觉得 那个电影就是为我拍的 或者说是我的情节 也可以拍出那样的电影 只要有人帮我拍 不知道是怎么对的 还是怎么错 Whatever 应该是对的 Exit right then keep right OK好了 经过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行程 我也给大家再一路 拍了拍风景 捞捞叨叨的 这么一路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就一路上风景 听我说说 捞到老头 笑话笑话 一把年纪了 还在为40年前的事情 大家要是有更好的事情做呢 不知道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 实际上很多时候 是拍给我自己的 进入一下 看看喉鸿的拍子 Ready 所思所想 经历的事 所见过的人 所走过的路 也许某一段行程 某一段旅途 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句话 可能就对大家 有所启发 或者有所帮助 没关系 都挺好 OK 那今天的这种路况转播 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小段 行程 可能五分钟左右的样子 我们再沿街的 再看一下 加拿大阿尔伯塔城 Red Deer这个城市 红路市 沿街的街边风景 现在是北美山地时间 也就是当地时间的 2023年7月19号 星期三 目前的时刻是 19点12分 也就是他们的7点12分 pm 好 下边我就闭嘴 大家看风景 看城市 好 视频 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